这次Ruffle呢 在油电车型上面 价格真的相当的沙 而且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价格 有一点点端倪存在呢 我们要问一下罗哥 除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何泰针对这个整个市场上面 是不是已经在这个油电的市场上 准备大展身手之外 而且19年是 它所有的油电的车型 是不是在这个电池的保固上面 都有做一些调整呢 当然我们先讲一下价格好了 你注意到我们刚刚试驾的那一部 这个Hybrid的前轮驱动版 它的价格是113.9万 但是呢我们刚才有讲到 Honda的CR-V 它的顶规哦 还有Honda Sensing 1.5的Turbo引擎 它的顶规是113万 差9000而已 对 这摆明就冲着来的 9000块 你可以买国产车的销售冠军 它是1.5Turbo的引擎 对 你也可以买Hybrid的 哇 这好难抉择 你可以买一个Rubford Hybrid 你真的会很难抉择 你会觉得 为什么 113.9万就可以买到Hybrid 原因是这样子 上一代的Rubford Hybrid 我们也有试过车 那好几年前的事情 但是它当时的油耗 一公升只能跑17点多公里 但是我们的能源局规定 你的要获得货物税的减半 要一公升跑18公里以上 所以它的这个Rubford 这个越野车型 这个就比较过不了 但是这一次经过改良之后 然后是Hybrid 每一台一公升都超过20公里了 所以已经大大的超越了 每公升18公里的门槛 所以它就可以省了 货物税一半的钱 所以它的顶规车 本来要卖到139万多 结果现在是124万9 所以这个前轮驱动版本 也可以卖113万9 这个价格 第一个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沙 第二个 我们讲这个电池 大家为什么会有疑虑 是因为我们用手机的习惯 手机总觉得说 用了两年三年 电池衰退 怎么办 那如果我买Hybrid车子 我那个电池两三年 就给我衰退了 那还得了 但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为什么手机的电池容易衰退 因为它的体积实在太小了 没错 所以你在做一些真正的 电量管理的时候 它是辛苦的 但是在汽车上面 它的那个 对于整个电池的管理 是比较高效率的 所以它其实真的不会那么容易坏 那当然我们不能说它不会坏 那所以呢 于是Toyota Alexis 他们整个集团就提出了 8年获16万公里 这种大型电池的保固 不只是Ruffle 对不对 就是只要19年 你买的车型都有 全车系的Hybrid 都是有那颗大的电池的 那颗系电 都是这样子 你想8年16万公里 我看很多人大概都开不到 这么大的里程跟使用的年线 对那除了Toyota的Hybrid 它提供了这样子外 我们要看 我们也询问了 像宾市 宾市它也是有Hybrid 车款 而且之前大家闹得沸沸扬扬 哇 什么一颗电池要90几万 吓死人了 后来我们打电话跟公关问一下 他说其实他们的电池 虽然车子的手册上面 全车都是三年保固 但是他们对电池是有个案处理的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电池 可能大家会担心 负荷会比较重 那Vobo也是类似的现象 它就是说 他们对电池也是有额外的保固 所以各位大家要买 他们这两个品牌 Vobo或宾市的话 可以先跟业务员仔细询问 是不是对于电池 有特别的保固 那现代我们知道 有一个IONIQ的Hybrid 它也提供了八年 而且不限里程的保固 我相信这一点 车商可以愿意给到八年 就是对他们的电池技术 是特别的有信心的 所以其实在油电车款 以现在这个世代来说 电池的疑虑 其实都已经可以排除了 但是在这个Vobo全新上市之后 消费者大部分的人 都在讨论的是 这么多的车型当中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选择 到底是要选择个Hybrid 车型油电款的呢 还是像一般正常的汽油款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接单当中 销售量有七成 其实还是汽油的版本 那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 Hybrid上路的感受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汽油版本的 Toyota RAV4上路之后 到底带给大家 什么不同的感觉呢 我们一起到外景看看吧 AIDA 这个All-New RAV4 其实它在动力上面 也用上了一颗新的引擎嘛 对 没错 这颗新的引擎呢 其实它是这个全新的一个 这个系统 是一颗热效率达到40%的 2.0升Dynamic First引擎 那当然2.0升的这颗引擎 最大的马力有173匹 那它的扭力呢 则是20.7公斤米 加上这个全新的 这个CVT变速箱呢 具有这个Lunch Gear的一个技术 所以整体的起步的这个反应呢 能够表现得更好 而且变速的范围呢 提升了这个15个Person 油耗更可以做到 每公升行星15.1公里的一个表现 比起上一代真的是提升非常多 动力上面提升 之前才140几匹嘛 现在到173 然后油耗也从14 变成15点多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 其实我们坐在车内 感受到的是 比如说它这个底盘啊 甚至于它在这个 全吊的设定上面啊 我觉得其实我坐在副驾驶座 也觉得相当的平稳 没错 因为它的这个新的RAV4呢 跟其他TNGA的这个 底盘的这个车型一样 它具备有一个 非常低的一个重心配置 那虽然这一台车是休旅车 它的车停车值比较高 可是呢 因为它全车运用的是一个 高刚性的钢材啊 所以整理使得这个车体的上半部的重量 可以大幅的减轻啊 那这样子就可以减少我们怎么样 开车时候的一个这个摇晃感 那当然呢 除了这个TNGA底盘 本来的一个低重心设计啊 还有我刚刚讲到的 高刚性的这个钢材的使用 让车体的上半部呢 重量也减轻之外呢 它其实不止这个部分 做了这个车身 重心降低的设计 包含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 方向盘啊 它的动力速度呢 其实来源是一具电动马达 那也从原本的这个电动马达的安装位置 原本是安装在我们的直的这个方向基柱上面 往下移 移到了横向的这个方向主机上面 所以呢 让整个重心呢 其实环环相扣的搭配起来 整个重心基本上都是降低的 那再加上现在这一次的这个新的RUAL4 它也有三种的一个这个行车模式 就在我们的排档杆的这个左方 就可以去选择 哦 又看到 包含了ECO模式 Normal模式 以及SPORT模式 可以让这个驾驶人自己去选择 自己想要的一个这个模式 所以我们坐在这个新一款的RUAL4里面 会觉得说我们的这个坐高点 是稍微降低了 嗯 然后可是呢 它车身的高度其实是有调整一点点 等于说其实你进来 或者是出去的时候 会更为方便 那当然不只是这样子 我还发现一件事情 哎 但我觉得哦 现在的车啊 在车内的竞速性上面 好像做的就还蛮好的 尤其是这一台车我坐进来之后 我觉得 其实你的速度不算慢哦 有啦 现在其实啊 法定限速内啦 对 不算慢啊 可是很安静耶 对 果然冠宜是这个专业的汽车节目主持人 一坐上车一开就听得出来 这台车真的是竞速性有大幅度的提升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全新的RAVO 它这一次在整个防火墙啊 基本上是完整覆盖的一个隔音材料 那么呢 车底板的噪音 行驶路面的噪音 会从底下传上来 对不对 那整个车底板的隔音材料的覆盖面积也 从原本上一代的60%提升到了92% 哇 提升这么高啊 这个整体的车室内的一个隔音效果 当然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会有非常好的表现啊 那当然一台SUV啊 其实我们在乎的 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安全啊 所以其实在全新的RAVO上面啊 它的安全性上面的配备 也有很多的提升 对不对 我觉得除了安全性的配备的提升之外 驾驶视野也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看得清楚 我们就不容易发生视野 没错 很重要 这一次全新的RAVO呢 它整个驾驶视野是经过了优化的 包含了这个仪表台的一个平整度 最重要是它有一个薄形化的A柱 因为我们常听到人讲 A柱就是一个视线的死角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三角串的地方 那这个薄形化A柱之后 还往后移 所以我整体的前面的宽度呢 会变得是更宽 视野更宽 然后呢 那观影你们有没有发现 看一下后照镜的位置 它好像从上面移到了那个车门的下面 对 它的位置呢 除了移到车门的固定角色 移到车门之外呢 其实它整个后视镜的这个高度 其实也往下降 也就是说它能够 它比较不容易挡到我们这个驾驶人的视线 所以呢 它整个这个驾驶视野是更表现得更好 那当然啊 如果说后方我们要倒车的时候 后方的视野 你看它发现 CD柱那个三角窗啊 有 其实尺寸也放大了 有有有有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视野 当然 如果有的时候你要看不到的状况 你还是会使用什么这个PVM的这个环境 对 来辅助 对 那冠宜刚刚提到的这个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当然现在TSS的这个所谓的ACC主动式车距维持系统 是一个标准配备啦 那这个系统呢还有PCS预警式的防护啦 这个预警式的防护啊 它也包含了警示以及刹车力道的辅助 还有主动刹车辅助的功能啦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这个所谓的PCS预警式防护 那当然还有车道偏移系统 那这个是一个LDA的一个车道偏移警示 就是说你在车道偏移的时候呢 或者是感触到你车辆摇晃的时候呢 它会做一个所谓的转向子载 你压到线车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辅助的动作 那当然我觉得这台车还有一个是我很喜欢的 叫做AHB智慧远近灯的切碗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再去自动 我不需要再去控制我这里要开远灯 这里要开近灯喔 它其实只要在行驶的路途中 我如果开的是远灯呢 它侦测到前方有来车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远灯关闭 避免这个远灯照射到对象的来车 而且减少我很多的负担 我只需要专心的开车就好 就不用去管说我还要去控制远近灯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配备 新一代的车款真的是配备非常好 而且像你刚刚讲你很喜欢的那个大灯的部分啊 我觉得对女生来说也很重要 是啊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切换 那有这样的自动配备就好